我用了一口 兵家經過剁邊 去來剁過後 就變成了迷一迷的剁邊 二大頭的肚子裡 十多種配料 要吃什麼火 就自己跟老闆來歡呼 這邊出嗎 對 那這邊有嗎 還有耶 店家卡手吃完之後 加這個粉粿 加雞仔 紅豆 日豆 加粉粒 頂十多種來加熱碗裡面 再來加上鍋炒冰 沾上的湯水 香醬豆料 人家在大水的時候 吃起來清涼又過癮 然後這個他們真的冰的口味 嗯 讚 有古早味 有古早味 認識的人帶你來 好吃 好吃嗎 對 那個粉粿很Q 而且紅豆也很好吃 而且這一家百年老店 生意差好的 可能絡意不絕 這家為在六家 媽祖廟頭前的剁邊 他就一二年來創立 到現在已經是第四代的經營了 第三代老老闆家來說 在他的手就賣了五十多年 剁邊所有的官僚是自己來做的 我們自己做嗎 都是自己做的 那有幾個啊 十幾個啊 十幾個啊 嗯 這個 這個 這個不然是人家 要改用的嗎 都改用的 都改煮的 所有東西在裡面都改做的 夏天的貴子 媽祖廟削冰 行李是好家的驚人 他人家他如果想問 店家也不可以湯休息 削冰全台各地是人家吃得對 但是媽祖廟削冰 所以受到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你知道嗎 麵茶 怎麼會想要加 因為他冬天的時候也會有麵茶 就是會有湯圓跟這個 我覺得還蠻入味的 嗯 還蠻特別的味道 對 那就是我冬天不可以湯在辣的 熱的辣的啦 熱的辣的啦 那現在人家吃冰都沒有辣 我就會辣 辣的怎麼吃的啊 夏天吃削冰 清涼和小素 古早味的十五種配料 人家自由選擇搭配 2點來蕭白削冰 加進到麵茶 也真的是遺憾 因為入住 古早味的老冰店 搞得團行四代百多年